大家好欢迎来到up主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的up主用手柄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GTA线上赌场呢 如何百分百重车每次都能抽到 这里是有个小技巧的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撞板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在私人还有战局后的当然战局来抽奖啊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公开战局的话这个撞板已经被人撞过了 如果你私人还有战局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还在你的箭头旁边的两格啊 已经是从这的状态 还有呢阿若新有个机制 就是如果你站在这里长时间不动的话啊 他会6秒钟就把你给踢出去啊 防止你占坑位啊 不让其他人抽奖 好的你可以看到我已经生手了 他已经把我踢出去 好了接下来呢教给大家的是第一种抽车的方式 首先呢你需要在这个界面等4秒 到了第4秒的时候呢 你就轻退左摇杆啊 如果你是PC版的话就按下S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人物呢 转这个转盘的力度呢 是很小的 算是很轻的了 那么呢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就已经抽到车了 是不是很开心 那么呢接下来教给大家第二种抽车的方式 好的 现在我切了第二个账号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首先呢还是一样等4秒 等4秒之后呢 左右要搞完组 然后再往下啊 就9点钟转到6点钟 力度不要太大 然后也是这样轻轻的推 同样的如果你是PC版的话 也只需要按下S就好了 力度不要太大 好的你可以看到我又中了一辆车 对不对是不是很开心 那么呢实际上在录这期视频之前呢 我每一期的车辆我都有中 但是呢之前没有想过要录视频 我以前抽车的方式呢和这期是不一样的 之前呢很激进啊 直接把左摇杆往上再往下非常大力的 而且非常幸运的每一期都中 好的那么呢问题来了 假如你没有中力度控制不好怎么办 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一个小技巧 在这里我故意转的很大力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你感觉到不可能会中的时候呢 赶紧打开菜单把这个游戏给关掉啊 退出游戏结束进程 这个时候呢 阿老星并没有保存你任何的抽奖操作啊 他也只会认为你意外掉线了而已 那么呢当你重新上线了之后 你还可以再继续抽奖的 如果你是PC版的话 就直接打开任务管理器 结束这个游戏的进程啊 如果你是按LT加F4的话 他反而会弹出你是否要退出去 贴线上的这个警告 据说呢断网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不用退游戏 再重上游戏这么麻烦了 在这里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错过了2月5日之前送了100万的游戏币的话 那么呢从今天开始2月6日啊 就不要再错过了 还会再送一次100万的游戏币 阿老星这次的活动力度真的是很大 每个人送200万的游戏币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视频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 获取最新的GTA线上攻略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